大家好,A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五深夜,阿根廷超級杯將會如其章至 對陣雙方分別是上季亞甲冠軍的小保加和亞軍的競賽會 兩隊目前都處於連場打和的狀態 加上大家近年交鋒也是打和居多 所以雙方金將真的有機會無法在常規時間內分出勝負 回顧上季聯賽,小保加和競賽會的冠軍之爭 這個原念是保留到最後一輪 在巨大壓力面前,兩隊尾輪都出現失分的情況 小保加2比2打和獨立隊 而競賽會就在M.羅渣士先開記錄的情況下 連失兩球被河床逆轉 最終小保加以2分之差,力壓競賽會奪得對史上第35個亞甲冠軍 其實競賽會無論進攻或防守都比小保加好 奈何和冠軍擦肩而過,實在有點可惜 至於近況對比方面,上季阿甲修美到現在 小保加分別出戰了一場阿根廷杯和三場友誼賽 當中全部都是常規時間內打和 連同阿甲修美戰的和局,小保加目前處於各項賽事五連和 至於競賽會方面,他們近兩將各項賽事都與對手 在常規時間內握手現和 當中有2賽面對的對手正是今將交手的對手小保加 總結來說,兩隊目前都陷入經常打和的局面當中 增勝能力非常不足 說回兩隊交鋒的戰績 除了上述提到雙方最近一次交手的友誼賽是打和之外 之前的四次各項正式賽事交鋒 同樣是未能分出勝負 而且全部在常規時間內打成零比零平手 鑑於今將超級杯的重要性 兩隊勢必會謹慎對待 就這樣一來,常規時間內再到胡家白卷也不出奇 好球不等人,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